接着看美国对中资在家限制 美国去年是借着出口的禁令 砍断了中国取得先进AI晶片 也砍断了中国取得高阶半导体制造设备的来源 美国现在是限缩中国高科技的投资金流 美国总统拜登周三签了一个行政命令 在保护国安的理由下 要求美国公司一定要披露 他们在中国对于AI各种高科技领域的投资 禁止美国企业未来对中国的半导体 AI和量子科技这三大领域 继续挹注美金 而美方致力拉拢欧洲和日本盟友 跟他们一起共同设线 北京当然是强烈反弹 因为等于资金断流 而且说保留反制权利 中美关系这样的一个紧张升温的态势 恐怕在今年下半年会越来越高 正在新墨西哥州推广自家拜登经济学的 美国总统拜登 周三签署最新行政命令 为明文限制对中国的投资迈出重要第一步 这份经过两年商讨终于定案的中国投资限制令 授权美国财政部长得以禁止或限制美国的私募资金 与风险投资公司 在半导体AI与量子科技等三大领域内的对外投资 而投资限制的范围不仅止在中国本土 美方强调由于风险投资公司或私募基金 在为新创科技公司注资的时候 常常会提供一些无形资产 例如高科技知识技术或者相关专家的人脉网络 而这回拜登签署的禁令 目的就是要阻止美国的技术与资金流向中国 借以收紧中国军队能够获取尖端科技的管道 美方反复强调 这个禁令涉及的是国家安全议题 因此禁止的投资项目将有高度针对性 而不是普遍性 同时也不涉及既往 美国国务院还表明 此前包括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与财长叶伦访问中国期间 都曾经在禁令正式签署前 就相关内容与中方深入交换意见 我们和中国政府官员们有一个很细节的迹象 而在那些议题中的主席 是在那些议题中是 美国已经取得 而我们将继续持续持续持续 以保护美国的安全性 但北京当局人人在第一时间 表达强烈反对 不但大陆外交部透过文字声明 痛批美方禁令是经济胁迫和科技霸凌 意图剥夺中国发展权利 中国商务部也发声明指控美方 限制本国企业对外投资 影响企业正常经营决策 扰乱全球产业链与供应链安全 美方不仅坚持要限制对中国投资 以便维护自身的供应链与国家安全 更有意拉拢自家盟友 包括欧洲与日本 共同加入这个在技术与金流上 把北京视为高风险对象 同时加以管控的共同行为圈 透过同样的去风险目标 拜登早前在日本广岛举行的G7峰会上 已经与盟友积极讨论 美国媒体披露 包括英国与欧盟在内的盟友们 已经开始考虑加入共同行动 就像美方在去年10月起 率先透过出口管制 禁止美国企业向中方出售最先进AI晶片 以及高阶半导体制造设备 之后荷兰与日本当局 也陆续跟进相关措施 这次美方寄出的投资限制 虽然企业有可能透过开曼群岛等 境外公司的设立来规避 但分析认为 经历最重要的是传达出一个明确的政策讯息 在当前美中关系进入全面竞争的大背景下 企业与金流为了降低风险 势必会更倾向选择有明确规则可循的经营道路 因此商界尽管会有一段时间的观望 但最终仍可能选择减少对中国投资 对中国投资的投资 尽管这份禁令还有45天的公开咨询期 最快2024年才会生效 但从中方此前的态度 以及商务部表明保留采取措施权利 让外界忧虑事件会否让美中的紧张关系再升级 TVBS新闻综合报导